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己个人出资 当然也有其 背后的输家赞助商的鼎力支持 其在沈阳的李铁八号足球公园正式开源 能以个人名义建设体育设施 这不仅在足球圈 甚至在中国体育界也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可以说 那时正是李铁最为人生得意马蹄吉之时 可如今 当走上人生巅峰 当上国足主帅的李铁 在12强赛中六战一胜 两平三负 紧急五分 以基本被淘汰之下 更主要的是 李铁的不少言行 显然触犯了公众和足邪的底线 比如 次战大败给澳大利亚后 李铁却突然上头 来了一句国足主帅 只能由中国人来担当 中国足球 只有中国人 才能做好的金句 而战平阿曼后 李铁在面对 以只剩理论出现的可能性下 却用了半个多小时 回对球迷和媒体 第二天 李铁更是用九宫格广告 为其代言的多家品牌进行宣传 这也直接导致了 他最后不得不 从国足主帅的位置上走人了 与此同时 传出李铁席下 有不下八家企业 特别是李铁 作为联合创始人 德士伯特足球特色幼儿园 更是覆盖全国67个城市的 1028所幼儿园 足球学员据称超过了10万名 显然 李铁从国足主帅位置上下课 令以其知名经营的企业 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像给了李铁终身合同的李宁 某品牌茶叶等 都开始很少出现在 李铁的商业宣传中了 最令李铁形象受损的传言中 极有人称 李铁是经济公司科曼的体育 以首席顾问 而有国脚称 转会获进国家队 也会受其撤走 于是 李铁是否利用国足主教的权力谋私 等舆论声音 对李铁的形象 就有了很致命的打击 现在 李铁代言的这些商品品牌 开始很少建筑于李铁的商业宣传中了 这 显然对李铁的商来价值变现 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而像李铁八号足球公园 现在似乎变成了菜市场 一方面 说明了普通民众 将此地当作了一块空地 可以用来摆摊挣点小钱了 另一方面 也似乎说明 李铁从国足主帅位置上的失事 有点人走茶凉的味道了 当李铁的人设形象上出了问题 就也会连累到 为其公益形象加分的足球公园 甚至可以说 从李铁公园沦落为菜市场上 也能让人隐隐地感觉到 当一个人失事后 从高处摔下来时 则眼见他起猪楼 眼见他宴宾客 眼见他楼塌了知景象 就会再次出现 不知在这般人生无常 大肠包小肠的感叹中 李铁此时会不会真正领悟到什么呢 原创评论 于说还羞 就会再次出现